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神的儿子 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承受万有者 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救恩的元帅 感谢主 我是台北市教会的陈楚孝灵姊妹 去年我和大家一样 坐在下面感动得流泪 但整眼今天就要毕业了 感谢神的呼召 我弟兄的支持 婆婆的扶持 所以我就来了 来到赵年班 借着各样的成全 使我明白 一个侍奉主者的性格是何等的重要 凡出乎自己 不合乎主用的 都需要在光底下受对付 感谢神在这一年里 使我在属灵的生命上 学了许多的功课 虽然是我一人来参训 但全家蒙福 阿们 而最大的受益人 就是我的弟兄 以前我和弟兄之间 我总是满了定罪 又不认输 反正千错万错 都是他的错 就算是我有错 那我也不会先认错 表面看来 我觉得我尝试赢了 但却因此而失去了基督 又有什么益处呢 但现在的我不一样了 借着与主有更多的连结 使我长蒙光照 记得有次 想起回家期间 对弟兄不好的态度 约翰一书 三章二十节说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神比我们的心大 一切是他都知道 我随即发了简讯 向弟兄认错 而弟兄也马上回传了一封 简讯写着 你是谁 问号 是诈骗吗 问号 还好后面还有第二封 感谢主惊叹号 是主改变了我的姊妹 现在我发现 我的弟兄真的还蛮幽默的 而且他最有智慧了 因为他把姊妹 送来壮年班就对了 当姊妹有更多的变化 他的日子才会好过些 虽然今天就要毕业了 但这不是结束 而是另一个旅程的开始 还有壮年班的另一个进阶 就是要开展 毕业后 我要继续留在当地照会 配搭侍奉进功用 但若主有呼召 我也愿下乡传福音 为神国度的福音效力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喜乐平安 我是台北市 我是台北市照会的中姓林姊妹 以佛所书四章十二节讲 成全圣徒 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原来为着执事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圣徒是要受成全的 成全有一条捷径 就是进入训练 过着团体的神人生活 常会被主的大光光照 学习如何否认及活基督 感谢主 我四十九岁才来到主的照会 五十岁就进入壮年班 怎么能够那么幸福 是因为去年 我服务的学校要选新校长 我是合格的候选人 我与区里的弟兄交通 弟兄问我 你选你当校长 与神的经纶有什么关系 何不进入壮年班受成全 我祷告寻求神 神的话光照我 你爱我吗 你爱我 比当校长更深吗 要跟从我吗 你能撇下一切跟从我吗 感谢主 是神极深的怜悯 我能够来到壮年班 在这里 我看见了要建造基督的身体 更有了新耶路撒冷的意象 原来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团体的新人 是一个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的一个新妇 有了这个看见 我真是立刻的退休 我这些年信主这么久 却从来没有准备 我更没有建造基督的身体 于是退休之后 我就以一年底十年的速度 在这里认识真理 在壮年班的生活 是我这一生最有意义 最幸福的时光 最幸福的时光 包罗万有的基督是君尊的大祭司 包罗万有的基督是先锋 包罗万有的基督是吉阳的大牧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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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